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越讲越涨 关键预告掌握反弹 来回操作口袋名单 上个礼拜 其实礼拜五我就预告 应该有大行情 也就会迎来反弹 对不对 来我们就今天 果然就一个大谈 涨244点 OK上礼拜讲什么 是不是说有站上五日线 用五日线当多空分水岭 现在这个位阶 今天早上挑战十日线 然后收下来 但是还是站在五日线之上 所以基本上现在的行情 就是还是维持一个 短线反弹的一个格局 所以它还没跌破五日线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操作 大概就是这样 那从OTC OTC的角度来看 它这个上引线是收很短 几乎是收在十日线 191.29 今天收到191.35 还偷偷收上十日线 所以短那个短线的反弹 还是以贵买指数 还是中小型股 我觉得那个个股轮动 会是比较一个可能的状况 可能的状况 来这个是我们上周 上礼拜五 我们在那个LINE LINE的上面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去 那个加我的官方LINE 右下角的那个QR Code 小聊鼠WU5868 你记得要跟我贴图留言互动 才抢先收到通知 上礼拜我的通知讲什么 美股多以站回五日线 非半除外 所以 那个融资续减 贵买指数站回五日线 加权人在五日线挣扎 但是特别提醒到什么 高价IC设计族群 里面的什么四星KY 今天涨5.75 细利KY涨3.91 创意涨停 创意涨停板 然后翔硕涨0.42 而且这些已经暂毁五日线 会否从眼前 不会有IC设计领涨的反弹行情 值得注意 所以其实上礼拜 我觉得这个很明确的分析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的股票里面 还点到一支 点到的基础都涨 只有一个涨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注意的是这个 创意 因为其他真的比较高价 所以有同学今天就去做了创意 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也提到航运族群 虽然反弹 但人在五日线之下 视为叠深的反弹 但今天影片中我也特别有讲 待会我们一并再来讲 所以我说大盘以五日线 作为多空分水岭 各族群人多空分岐 贵买强于家权 欲进场者以中小型个股为主要选择 这上礼拜五我在盘中的提醒 早上十点半 然后呢 那今天开盘 有个那个 我们自己清代的会员就有来问说 那创意开盘强 所以他说他这样子画对不对 其实没错 这个位置就是前一天的位阶 前一天其实收持制限 盘中沾上五日线 但收盘又跌下来 但是我们把这个高点抓起来 这高点刚好有什么 整数关卡 所以这就是重要位阶 这没有问题 所以上个礼拜五 他点到500就下来 结果今天一开就开到500以上 所以他问的时候 大概在510块 开盘没几分钟 就涨上去了 所以OK 他怎么抓停损 其实511乘以89% 就2%的停损 基本上就落在500以下 所以早上的这个状况 你拿整数关卡去当停损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当然 我们也不会预期到说会涨停 所以这种状况 我觉得进场的点 跟停损的点有测好 那行情怎么跑 就让它跑 我们也不用预设太多 那当然今天涨停 那个大家都知道吗 我有说过 我绝不涨停卖股票的 通常是这样 我宁愿等隔天开低 我再来卖 所以这个股票 基本上就继续留着 看明天 对明天的状况 看明天状况怎么样 OK 所以这个有这个敏感度 我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记得 像现在有时候盘式这样开盘 开过一个特别的点的时候 你要不要进场 因为有时候你来不及问我 你就可以记得把这个事情算好 2%的停损 直接算好 然后有没有一个合理的位阶 像这个就是500 整数关卡加上 那个上个礼拜五的一个箱形的顶点 所以我觉得这样设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当然你更早决定的话 一开盘突破500 就可以进场买 也是一个作为 但是我必须客观讲 我比较不会这样做 我也不会带会员这样做 我大概喜欢等阵一阵 等到九亿半之后 有一个区 今天的区间出来 我才会进场追 因为 那个 我会喜欢扛行稳定 不过当然有时候像今天这种盘 你开盘没追的时候 后面就很难追了 所以就不一定看状况 像我今天就不会出手 主要是这样 那当然个人有个人的那个操作的风险的属性 自己可以掌握 然后这里 那个上礼拜 我也带特别会员 我有进去买 6月22号的时候 大盘大跌 退潮时减豪股 所以那天我带大家 带特别会员去减什么 因为特别会员 我说明一下 是因为资金比较大 资金比较大 所以我会往下买 所以我会往下买 但是一般的普通会员基本上我会 希望是买完之后 那个可以直接涨的 所以我基本上会往上买 大概会不太一样的操作 因为金额大的话 通常会慢慢买 所以那个6月22号等于是上礼拜三 我就已经进去买台胜科 188月买进了 当然等待背书获利是 有这机会 但是OK不强求 我们就边看 因为买到相对低档的位置 我觉得就可以等 然后当然今天台胜可以大涨 大涨6% 上周趁退潮时减好股 恭喜会员 减到珍珠持股 续报 减到珍珠持股续报这样 OK 其实这个部分 那个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上礼拜 其实过去看我们过去的影片 5月的那个行情 其实我就一直提醒说是从 IC设计的族群开始 然后一路延伸到细晶圆 延伸到晶圆代工 然后延伸到成熟制成 然后最后台积电再踹最后一脚 推上去 所以上一波行情是这样 然后那天我在就是上礼拜五的line上面 我也特别提醒到 会不会像上一波那样的模式 所以其实我自己观察的时候 我就先有带特别会员去买台胜科 其实就是矽晶圆的族群 当然台胜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公司 胜高是全球的日本的胜高 是全球第二大的晶圆 晶圆厂 然后再来跟台湾合作 就是跟台胜 台硕 所以台硕加胜高叫台胜科 是这样 他们两家的持股大概七成多 将近八成 没记错的话 非常高的持股非常集中 所以台胜科我觉得我也蛮看好他的未来 当然OK 但是因为价钱也比较贵 所以一般的会员我比较不会带你买 我会买比较便宜的股票 OK 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兴趣 这一组的同学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那当然台湾的里面环球金是龙头 但因为环球金的筹码比较乱 外资也会比较多的参与 所以OK 这个有各的评估 今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 我就赶快发一个讯息 大家早安今天开盘站回五日线 今天是什么 航运期货上市日航运股表现强势 因为早盘那个阳明就已经将近涨停了 对不对 所以特别点一下航运股 但是那个时候长荣其实还没有还没有涨停 OK 然后台积电带动电子族群开盘维持强势 可能如上周影片所述产生关键转折 所以上一拜就是我的slogan 事前预告事后验证 市场唯一 所以当然OK 上一拜已经讲了 有可能产生转折 所以也提到什么 从严上播 由IC设计族群开始 逐步扩散到电子相关族群 然后那个特别讲上周热点生计族群退烧 我觉得对台盘盘是好现象 因为这整个盘如果再回到电子会主流的话 往上推升的力道会比较强 当然操作上以站上五日线的个股为主 想要操作航运族群 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对航运族群还是非常的热衷 所以特别提醒一下 期货上市波动较大要注意风险 然后以短线交易为主 那当然口袋名单将陆续登场 然后赶快来电跟上 0800370888 OK这上礼拜 上礼拜五 我特别提醒航运期货跟半导体30期货 6月27号就是今天要上市 然后上礼拜我特别讲 几个关卡长容几个关卡 一个100元整数关卡 然后上面是110元 然后往下就是85 所以我说站回100就往上挑战110 如果跌破100就往下挑战85 结果今天是怎么样 来今天开盘是不是一开就在100以上 100我画出来这个位置 100重不重要整数关卡 像刚刚那个创意也是500 100是整数关卡 然后这波跌下来100有弹 然后这里跌破完再回撤一次就下来 然后就上去再挑战一次又下来 然后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有站上 站上之后跌破之后又下来 所以来过非常多次 100块来过非常多次 所以是不是重要加尾 就是 其实就是 所以也有那个清代会员也在问 他说开盘过100了是不是可以追 当然他自己去追的 我还来不及回他就已经追了 OK 但是你记得你追的时候 你回头102附近 你回头设2%是不是也是在100下面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停损是设定在一个重要位阶的下面 所以有重要位阶保护 像这种做法都非常好 所以大家记得在设停损的时候 有时候你宁可啦 你如果2%设过来是设在102 那我觉得你就不用追了 因为搞不好很容易被扫到 大家都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在设定停损的时候 关键价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坎 所以你要往上做多往下设停损的话 你设到100元以下 最好如果你能设到这里以下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更好的位置 不过今天没有到 所以记得在停损的时候 有时候当下 特别是最近我是都建议比较短线操作 在短线操作的盘 你的价格要设定好 免得被扫到就很可惜 那当然今天早上有进去 那当然今天不错就收个涨体 但是你看还是在108.5 所以还没有到110 而且应该是这礼拜四 他就要出席 所以礼拜三还会有一个 会不会有气息的卖押 所以有进去的会员 记得也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几天会不会有气息卖押的存在 那110的关卡能不能过 那当然如果明天维持强势 又占上110 那我觉得当然还可以再继续等 可以再继续等 大概是这样子策略思考 ok 然后记得 youtube帮我订阅展哥讲股 每天下半十分钟掌握最新行情 记得下面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现在来到400 将近470了 所以500个订阅 直接开牌的活动继续 如果后面这一波 反弹行情继续延续的话 我觉得开牌的牌 应该可以帮大家赚钱 所以大家赶快努力一下 当然我不是到500就马上开 我就到500我就预告 因为我也是会等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位置再来跟大家开牌 大概是这样 今天我会多讲几个会员的操作 因为这些都是有跟我问一下操作的问题 来 那个剑桥 我们上上个交易日有提过 然后这个会员他说 因为早上在击杀的时候就卖掉 所以他说马后炮 所有的线都是往上 五日线没碰到 不要太紧张 所以要先下好决定跟做吧 这是没错的 所以我常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你最好是前一天晚上就设定好 你先想好方法 因为你盘中一震荡一紧张 马上就会做错决定 所以如果你前一天就设定好 五日线不跌破 我就跟你拼了 对不对 可以做这个思维 不过当然短线的话 我觉得OK 你也可以思考说 反正如果没跌破的话 短线我遇到什么状况 我也要出 因为现在的盘有可能 你没出就跌下来 跌破五日线 也是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就短线出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就是出了就不要后悔 不要后悔 接下来还是照正确的 操作方法去操作 就好了 所以没关系 这部分我要特别提到 就是周期 他说我是提醒 要找自己可以接受的周期 周期 做久就会习惯 因为每个人 你对风险的感受度不一样 有些人也许觉得5%很多 有些人觉得15%才很多 甚至有些人到30%还不停损 当然我的会员我是严格禁止 我大概8到10%我就会停损砍掉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当然那个从以前我在教课的时候 我就说真的你15% 最惨最惨15% 大概15%都没中的话 你大概就是看错了 所以不要凹 你凹到20% 30%才去停损 那都太慢 而且后面很难救 因为你资金的损伤就太大 OK 然后当然我们讲 我们讲操作的周期 你如果日线的周期 我就建议用均线 像当然你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 季线 都有可能 像半年线 像季线 我们就是四七五五的三幅化 还有东哥游艇 然后年线还是半年线 年线就是康普 那时候波段布局的康普 然后像宇治 那时候是不是用月线 所以均线就是一个周期 所以你在日线的周期里面 日K线的周期里面 你要选择一个 你要运用的均线 像这个他如果用 你如果用五日均线 也是一个做法 这就是日线的周期 那短线呢 就是日内的交易 你的进场点 你用什么 就用箱形操作 所以这同学他也是 后面就再发给我 他就说什么 操作上的心得 第一个必须选对股 那当然选对股就是 我的口袋名单 那像这些股票都是我筛选过的 然后你要持续的操作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他说 卖错了 就用老师的箱形理论 再勇敢买回来 我觉得这心态是对的 这心态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同学就是 卖错怎么办 上去不敢追 结果就错过了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记得 我们不用怕犯错 犯错非常正常 只要你的风险控管得宜 你风险控管好 是你可以承受的 你不要说进去乱追了之后 又不敢停损 又不愿意停损 这样就是错误的操作 但是你说像卖错了 箱形画出来 它是这里 我把它放大 在这边 箱形画出来 突破再进来买 这也OK 那今天又买对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OK 这是没有问题的 他说明天就可以盖棺 看有没有真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正确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会不会一定成功 没有人知道未来 OK 没有人知道 你下一分钟在干嘛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怎么知道 股票下一分钟在干嘛 对不对 所以没关系 我们有合理的规则 规则定下去 停损设好 我们就执行 其实就这样 不要影响我们的心理 操作就非常单纯 OK 所以 接下来明天会怎么样 不知道 如果再涨 那当然 就要设定接下来的交易策略 OK 当然 这个部分可以用移动停力 因为你 这个同学买的位置比较低 所以你手上有获利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说 他拉回多少 我再出 可以用移动停力的方式 那当然移动停力 你也可以用箱形 就是假设明天 假设是形成一个箱形 你就可以设定 箱形跌破出场 可以用这样的模式 来操作 这就是箱形理论 原始的理论 原始的发明者 就是用这样的操作 箱形形成之后 跌破之后再来出场 OK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同学 也要问我 早上我说新胜利 他说展哥 新胜利也来到了 均线关信法的四单点 今天来你看 这是不是季线 来回到季线完 一天两天三天 今天涨上来 所以季线看起来 是不是有手 季线是有手的 季线位置多少 37.12 那今天盘中的位置 今天收盘也才39多 所以还可控 你才2块左右 还不到10% 10%大概4块 所以搞不好才5%左右的位置 这OK 所以你要设8%再往下设一点 留一点空间也OK的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回答 对啊 我早上有注意 他说可以小事吗 我就回可以 所以你有问我问题 我大概都比较直接了 所以我比较不会说 那个什么 特别的 那个东躲西藏这样 我们就直接回答可以 然后就OK 好谢谢 那记得当然我们就 长期就 那个提醒大家 我们进场 只要设好停损 我觉得都OK 所以往下设前第一档停损即可 上去再加码 大概是早上 我给他这样的建议 那早上这个位阶 我们通话的时间点 大概在这里 所以今天有进去买 对不对 进去买之后 大概也涨1%多 那当然不算很多 但是基本上 往上拉开之后 下面的停损 就可以再慢慢往上做调整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操作策略 那当然还是关注 因为用均线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季线会一直往上走 所以你的停损位阶就一直拉高 所以你就会 保护自己的那个部位 大家有这样的做法 那当然均线 也有那个看影片的同学 有问我说 想要那个讲扣底 我会再找时间 再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要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 有时候那个 还来不及 还来不及准备 因为盘不好 我就会多讲教学 盘好的时候 就会多讲操作 大概是这样 记得 展哥讲股是唯一正版的 好友人数 现在大概6000 再多一点了 然后下面有留咨询电话 这是公司的电话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来确认 所以上面没有留电话的 你都不要相信了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对不对 连那个什么证券公司的名片 都可以来伪造 地址还伪造的 真的是天哪 所以现在诈骗集团真的很猖獗 所以记得 只有唯一正版 就是这个展哥讲股 然后我不会叫助理去 到处加人家LINE 来做生意 我不会这样 所以你来看到影片 来加我的 你来聊天 我都会尽量是我回 所以我也不会叫助理 当然 有些助理 他为了分摊 就会再跟你加私人的LINE 但是因为你打进来电话过了 这种助理才是真的 所以不会有什么展哥讲股的下面 是说我是助理谁是谁 不会是这样的 OK 然后最后时间也差不多了 来展哥小提示 反弹轮动 类选股为重 这个状况还是进入到选股不选市 因为上面都是层层压力 所以在个股的操作上面 还是要弹性以短线为主 大概是这样操作比较安全 不然你有可能抱上去又抱下来 这样就可惜 然后记得培养信心 步步为盈 培养信心是什么 就是那个 我影片其实我都是有埋梗的 为什么前两个礼拜一直在讲短线操作 因为这就是适合现在盘市的做法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再消化一下影片 你再把那些做法练得如何纯清一下 然后你实战的时候 你就不用下大柱 短线有什么好下大柱 你就进去操作进去试 就算你不敢花钱试 至少你实际上 纸上操作一定要试试看 观察看看才有感受 不过当然我还是建议 就是如果你的资金状况是OK的 我是建议你实际操作 因为你进去你才有感受 你才会有 紧张啊 刺激啊 难过啊 有这种感受你才能 真的回到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 就是你自己脑袋里面 心理上面你会有那个感觉 所以OK 利用短线操作来培养信心 步步为盈啊 所以最后还是工商服务一下 步步为盈专线 你还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还不知道怎么选股的 都欢迎你来加入 因为我选出来口袋名单 会员们 你们自己操作 自己用我教你的方法 然后用我给你的股票 持续来操作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你只要掌控好风险 照我们的方法 所以步步为盈专线 0800370888 来祝大家操作顺利 这一波的行情 我们要好好掌握 那当然我在适当时候 还会带会员进场加码 OK 祝大家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